监视器看到一排车子停红灯 绿灯了,这辆绿色车头的拖板车跟着前方的车起步开动 但是一辆脚踏车这时候从车头钻车缝横跃马路被撞上了 拖板车载着堆高机,司机赶紧停车 但是脚踏车连人带车已经被碾过 老先生命丧轮下 事发在12号上午桃园归山 90岁的张姓老翁牵着脚踏车,路中横跃马路 他以为车辆都红灯禁止,偏偏这时候绿灯了 拖板车缓缓起步,因为车头高 没看到正前方有脚踏车横跃马路撞上了 苗栗也有乱砖,砖出了危险 机车骑士要回家 在苗栗尖山大桥路段发现走错路 直接穿越防撞杆 向校正回归回到正确的方向 和路过的车辆擦撞倒地 左脚跟背部擦伤 骑车的是何姓男子 从头份室回苗栗住家 没有喝酒但是走错路了 发现之后竟然直接钻过防撞杆 造成了擦撞意外 马路如虎口车来车往危险一瞬间 不依循行车安全秩序最容易出问题 尤其乱砖,贪图一时方便 却让自己陷入危险 TBS新闻 廖宗庆谢国金无熟评 桃园苗栗报道 想扩大国际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记得要开启小铃铛哦